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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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從槟城州政府回到行動黨 大家都很關心未來下一屆大選 就要談到跟伊斯蘭黨的關係 你也不怕得罪哈利阿萬 所以兩黨目前的情況 現在的關係是很惡劣嗎 你們還有交流的嗎 不是 我不怕得罪哈利阿萬 不怕得罪老百姓 因為他們所支持的這個明年的時候 明年的時候是我們有一個卸議的 有一個企業的 他們有說明是B刑法 他們要放各一邊嗎 他講了多次 我可以給你看那些視頻 他講了多次 在我們所簽的這個大選的選領 也完全沒有提到 沒有提但是不表示他放棄 所以我們根本 對啦 可是你如果是你要再提出來 他沒有放棄對 他沒有放棄說爭取 可是沒有說要提成在國會 或者是在這個吉蘭丹 這個完全沒有提到 2018年到2013年沒有提 為什麼他選過後就搬出來 所以主要的是我們認為 自從他在土耳其訪問過後 回國就好像改變了 就很強硬的姿態 要把這個疑心法在國會提出來 現在就沒有提 有些人覺得說其實 伊斯蘭行動黨 伊斯蘭黨從來沒有放棄 而當初是行動黨自己一廂情願的說 他們現在追求的是福利國了 已經沒有回教過 其實是行動黨自己一廂情願的說 因為他們所放棄 他們所沒有放棄的意思是說 他們現在不恰當 不恰時 要等到成熟 要等到時期成熟 就是讓我們國家能夠成為福利國 那時候就是成熟的時候 所以當你這樣講 我們講賀里亞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這麼清楚地說過 有 要講很多次 他說現在不是時候 要等到大道成為福利國 而且我們講古律 這個伊斯蘭法 包括斷子法 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當然我們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你要去爭取 你有這個權力爭取 但是當我們三個政黨 組合一個名聯的時候 我們要根據我們的這個 大選選员 或者是我們所答應的備忘錄 簽署白紙黑字 所簽下來的這個企業 你要遵守嗎 你不能夠一方面簽了 簽了的時候過後不復仇 那你可以的 所以這個不是第一次 很多次 所以第一次我們以為 有可能他講錯話 但是第一次 第二次 一二再二再三 我們說不能夠接受 如果有這樣的悲心欺欲的領導人 怎麼樣能夠合作 而且好像違背 你在大選的時候所講 你在講座位所講 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影片給你看 他也是有講過 現在不是時候 結果現在馬華就攻擊行動黨了 當初就是你們幫他塗脂抹粉 然後誤導選民 很多華裔也相信投票給他們 所以你們要當初這麼做 是政治風險非常高的一個做法 可是我們沒有以備人民的支持 當我們發現到 回教黨或者是回教黨的領袖 領導人被信欺欲的時候 我馬上就跟他畫清界線 馬上就跟他斷交 而且馬華在這一方面 敢不敢好像行動黨這樣做 當武統說他們準備跟回教黨一唱一和 支持一心法的時候 為什麼馬華不敢跟武統一刀兩斷 為什麼民政黨也不敢跟武統一刀兩斷 所以最少在這方面 我們佔了立場 我們沒有出賣原則 或者像馬華 不是當然出賣原則也是出賣華盛 所以我們準備丟官 就不準備放棄原則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一刀兩斷 很多人說你要顧前大祭 我們說顧前大祭重要 更重要是要顧我們的基本原則 原則不能夠妥協 可是最好還是伊斯蘭黨 先跟你們劃清關係是嗎 是他們在大會先通過 然後就說 沒有 因為我們跟哈利斷腳 我們說因為他是背景器的人修 所以過後他在跟我們 所以為何你們還有機會合作嗎 現在的階段如果是 因為我認為哈利應該會長錢 多十年 多二十年 所以不可能合作 現在不能夠合作 我看不要談以後 可是看起來公正黨沒有要放棄他們的意思 我看這個問題你要問公正黨 哈哈哈哈